2月6日 梅西为参加香港友谊赛 引发了轩人大波 本人回应缺席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很多粉丝期待梅西上场 结果他全场比赛都坐在替补席 球迷感到非常失望和愤怒 纷纷要求退票和道歉 或计港也站出来支持球迷 要求主办方和国际迈阿密团队给出解释 据媒体报道 曾多次恳求梅西上场 但对方毫不理会 梅西在日本回应不上场的理由是 他的身体状况良好 但主帅担心他在长途旅行中受伤 所以不让他出场 这样的理由让人难以接受 更让人气愤的是 梅西在香港的态度和在日本的态度完全不同 媒体报道 梅西现身日本 届时梅西将亲自上场 而且门票价格比香港便宜一半 日本主办方很重视球迷的体验 推出了多种票价 最贵的也只要2373港元 为了看梅西 香港的名人和普通球迷都倾尽全力 却只换来了梅西的冷漠和无视 他甚至拒绝上台致辞 不顾球迷的感受和期待 不少外媒都批评了梅西的行为 认为他是在利用香港球迷赚钱 而不尊重他们的权益 对此你怎么看呢